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學長呢又來回應一些網友的留言 那其中有一些有教學意義的 我就順便整理出來讓大家一起來知道囉 好 首先第一題是關於冰沖咖啡的那一篇 那網友詢問說 如果想要沖比較多的量的咖啡 假設從310c變成610c變成Double 是不是每個參數都乘以2就好 還是說時間需要再調整呢 這問題呢其實還不錯 那無論是熱咖啡或是冰咖啡 當我的量要變成2倍或是1.5倍的時候 確實其中的參數是乘以2倍或是1.5倍就可以了 譬如說原本悶蒸是40cc 那因為你的粉變多了嘛 就變成80c吹2倍就可以了 但是中間可能有一點點部分需要做調整 因為你的粉變多了 你的整個粉層的厚度也會增加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整體流速應該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如果用同樣的參數的話 可能會導致你的整體風味 會略微往後偏 所以這時候建議呢 就可以略微調整你的研磨度 把它調出一點點 然後再用同樣的參數呢 就是等比放大去沖的情況之下呢 基本上呢 它的結構就會差不多了 那第二題呢 也是關於冰沖咖啡的那一篇 那網友問說 在做冰咖啡的時候 沖煮溫度需要調整嗎 還是按照原本的沖煮溫度就可以了 那一般來說呢 我的冰咖是不調整我的沖煮溫度的 我調整了我的研磨度 我調整了我的給水的次數等等 或者給你的大小 但是我起始的溫度 我是不調整的 因為起始溫度一旦調整的話呢 你的整體沖煮的狀態 會跟你原本的會差很多 那學長也有說過 沖冰咖啡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遠離我們原本的沖煮太多 還是要有一定的參考依據 所以我的溫度是不調整的 如果你一調整的話 你的整個萃取率可能又會有點不足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就跟你原本的做一樣溫度就可以了 好第三題呢 是網友詢問說 請問有沒有推薦哪一些豆子 比較適合做冰咖啡 尤其是冰沖咖啡 其實呢 豆子並沒有分哪一個比較適合做冰咖啡 但是我們可以去 根據你的喜歡的風味來思考一下 原則上日曬風味的咖啡豆 用來做冰咖啡是最適合的 最直接的 因為它的香氣一般來說是比較上揚 那冰咖啡的香氣呢 一般來說是會比熱咖啡弱一點點 所以你用香氣比較強的日曬呢 去補一下冰咖啡的香氣呢 基本上會做到比較平衡的狀態 那像水洗啊 或者說其他的風味 因為香氣沒有這麼揚的豆子 如果你還是想要用這個豆子來做的話 你就可能在燜蒸的時候 時間要拉得更長一點點 把香氣再補足一點 OK 第四題 這個問題其實蠻好玩的 他是有網友問說 學長最近怎麼看很流行有兩個濾杯 或是一個大濾杯上面放冰塊做冰滴 這樣子會好喝嗎 其實這個問題蠻有趣的 那其實這個做法本身呢 他其實就確實蠻像冰滴 他是用冰塊嘛 一個濾杯上面放了粉以後 把冰塊放在上面 或是說我上面再疊一個濾杯 然後上面這個濾杯就疊冰塊 讓那個冰塊自然融水以後 會在我的濾杯粉上面就是開始滴嘛 滴完以後慢慢的滴完就變成一杯冰滴咖啡 這個邏輯其實跟冰滴咖啡本身 確實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 就是利用很慢的給水慢慢滴水 所以呢 有沒有好喝的機會是有的 但是學長跟各位講 其實他要好喝其實是比較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學長在做冰滴咖啡的一些分享的時候跟大家講 其實冰滴咖啡如果你要用冰塊 這麼低溫的冰塊水來做冰滴的話呢 你的冰滴很容易失敗 因為它很容易打到萃取不足的狀況 因為溫度太低了嘛 你的低速必須很慢 而且呢你的研磨度必須要很細 所以如果你想用這樣的系統來做的話呢 你就要先確認一 研磨度一定要盡量的細 那你加了研磨豆機能不能cover 第二部分是 畢竟它是自然溶解溶下來 所以你就比較難控制它 滴落在米粉上面的速度 或是位置 所以你就有點看運氣啦 如果你運氣不好它就會不太好喝 比如說一直在低落在右半邊或是左半邊 你就可能會造成萃取不足 或萃取過度的問題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 邏輯上面呢是好像可以有可能做得不錯 但是因為它的條件太不嚴謹 所以你每一把都有點像是在看運氣啦 那大家如果抱持了好玩的心態是OK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真的喝好喝冰滴咖啡的話呢 不如就投資一個1000多塊的冰滴壺 你可能會真真真真比較容易達到好喝的狀況 下一題是在使用三氧濾杯的時候 我學長有講一個是提起濾杯的沖法嘛 就是我給水停給水停 給了四五次以後呢就沖完了 然後中間好像是沒有悶蒸的過程 有網友就問說為什麼不用悶蒸 好跟大家講 因為悶蒸的目的是希望讓我的咖啡粉 它們之間吃了水以後呢 能夠增加它的黏性 就是等於抗煮啦 我下一次給水的時候 我水不會馬上就會從我的粉層之間流掉 這是悶蒸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性 但是因為T型濾杯 我們尤其是像三氧這種很好的濾杯 它其實它的結構上面呢 我拿一個T型濾杯 這個是潑手鍵燒也是一樣的概念 它的下面的結構呢 這邊有一個這個止水的一個帶 所以呢我在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它並不會馬上就從像那個 V60的中間這個孔洞 這個孔洞直接流下去 這種T型濾杯上面一個大孔嘛 它不會直接流下去 它會直接會卡在這條止水帶上 然後呢慢慢的從上面的孔洞上面流掉 換句話說這種T型濾杯呢 它其實有一個優點就是 如果不小心悶蒸失敗 它其實也比較不會馬上就會流光 但是同時呢 這種濾杯如果悶蒸失敗的話 也會非常的難喝 因為它的水都流光光了 所以這是T型濾杯的特徵 也是它的特色 所以在充足設計上面呢 這種為了T型濾杯而設計的充法 我就沒有一定必須要堅持使用悶蒸 但是像椎型濾杯的充法上面 學長設計上面幾乎90%以上都會用悶蒸 大家就可以明白 就是跟濾杯的結構 跟它擋水的特性是有關的 OK 這一題是關於一個 手沖的給水的問題 就是我們有一集在跟大家講說 我們沖 手沖的手上 會有一些給水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網友問這個問題 蠻好的 他問說 學長我一直想不通 好像日本那邊繞圈的時候呢 他都習慣 遠遠的地方會拉高我的給水 然後就是手沖的角度 然後靠近的時候會有比較低 就是遠遠高 然後近近的時候比較低的繞圈 是這種形狀的繞圈 這個東西其實像在那個 賀嘴壺的使用的那一集裡面 也有講過 再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呢 這個手法就是 簡單示範一下 假設這是賀嘴壺 就是我靠近的時候呢 我會比較低 但是我在比較遠的位置的時候 會拉的比較高 變成這種有點橢圓形 是斜斜的45度角 這樣子的運水方式 這個主要原因是跟那個 賀嘴壺的構造有關係 因為賀嘴壺呢 它的下半圓 壺管跟壺身的接觸的地方 不像是這個 這麼細口壺 它是這邊的管徑 跟這邊管徑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壓力傳導呢 都是一樣多的 一般賀嘴壺是這邊是寬口 這邊是很厚的 然後這邊是比較窄的 所以我給水的時候呢 它就會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這邊的壓力跟這邊壓力的釋放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這樣子前後運水的時候 它是水是進出進出 我的水會忽大忽小忽大忽小 所以這樣的遠高進低 遠高進低就是為了應付賀嘴壺 它的這個壓力傳導呢 並不一致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練賀嘴壺的話 你如果在落拳的時候 常常覺得 我給水會忽大忽小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做法 很實戰的 討論出來的結論 這一題是關於那個 磨豆機的保養跟上油的一集 那這個網友他詢問說 請問上完油以後可以馬上使用嗎 那像跟大家講 上完油以後是可以馬上使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般在上磨豆機的 軸塵油的時候 我們都會上在的是刀盤 兩個刀盤中間那一根軸上 我們不會上在刀盤 跟兩個刀盤的那個切割面上 是不會的 所以無論你什麼時候上 或是你無論上完以後用了多久 它都不會沾到你的刀盤 所以你是可以馬上使用的 你不用擔心說它會有死案問題 所以就直接用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擔心 那你就買那個有10安等級的 像學長自己喜歡賣的都是10安等級的 那對你的安全來說會更好一點 但是它跟時間沒有關係 你抹完就可以直接用了 這一題是關於學長之前做了一個那個 攪拌法去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是極潛烘焙的豆子 但是你老是搞不定它的話 你可以使用攪拌法的方式來做的一集 然後這網友就問說 他自己手充電了一陣子 然後看這個手法 他覺得不錯 就覺得又看到學長另外一個充藝劑的手法 因為我拍另外一集專門充藝劑的手法 然後他就想說藝劑也算是 極潛烘焙的咖啡豆 那學長教這個攪拌的手法 適不適合用藝劑的 其實這兩個手法都很適合 絕大部分的藝劑 不是說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藝劑 都會烘得蠻淺的 這也是為了保持藝劑它本身的 好的特質 讓香氣可以更完整 然後本身的豆子也是很硬 那本來就一飲加檔 他又烘焙特別淺 所以他也符合那個極潛烘焙的要件 就是不吃水 所以無論是學長那個影片裡面 告訴你充藝劑的手法 或者是那個用攪拌的方式來解決 極潛烘焙豆子的手法 都是解決這種藝劑 極潛 極硬 他們共通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你就大膽的使用 會讓你很好喝的 OK 那今天我們的網友Q&A 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學長還是會找一些 覺得蠻有討論價值的東西 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OK 那我們的硬派Q&A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